全网热播的西出玉门究竟在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妖邪祸乱的大荒漠 诡异恐怖的皮影关 以及四人非人的人骨架 而这诡异世界的背后 都离不开那两千年前的妖邪纪元 传说汉武帝为了平定战乱 派众多方士将妖鬼之物 尽数赶到了玉门关外的异世界 也就是说 关外的世界相当于平行时空 而玉门关则是两个时空连接的入口 关内是人鬼共存的异世界 关外则是没被污染的纯社会 而由于通道限制 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互相来往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叶刘希却似乎可以自由出入 而她的绅士 或许就是关内世界的其中一员 当发现了这个事情后 叶刘希自然承担起了往来工作 记得有一次八月说过 希姐经常开着卡车穿越沙漠 好像是在给某处运送着生活物资 想必这些物资 就是送给了关内生活的人们 但直到某一天后 希姐似乎遇到了巨大麻烦 当她再次醒来后 竟发现自己完全失业了 除了记着几个送货的片段 其他的全都忘了 就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而为了解开绅士之谜 希姐决定再次入关 为此 她专门找到了沙漠向导昌东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 这昌东也真不是什么一般人 当年她曾带队沙漠探险 结果偶遇了一场沙漠 导致全队十八人遇难 就连同伴尸体也不知所通 可诡异的是 却唯独昌东一人逃了出来 而她 真的会有这么幸运吗 可不管真相如何 昌东为了找回队员的尸体 同样跟希姐组队 踏上了前往关内的旅程 可随着进入御门关后 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似乎在两人追求真相的背后 总有一双大手阻拦着一切 而两人稍有不慎 就可能随时丧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